你以凌卢伤他 那我就不凌卢 破你的凌卢 如果不是比赛 那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尸体了 情况如何 外星只是失血过多 那一道几乎刺到了心脏 查出兴凶者的身份了吗 刺客殿那边 拒不较人 那我亲自去查 快 召集所有人包围刺坏店 一定要抓到那个客客 让开 骑士店捉拿药犯 来路 杀无事 游泽大人 去请圣骑士长进来 剩下的我来处理 是 我最后再问一遍 你们是让还是不让 没有联盟的搜查令 你胆敢强闯刺客殿 无论你们刺客殿 还有谁会那些秘技 还有谁能有千计零卢 铁正如山 还要什么搜查令 还是说 你们要公然包庇罪犯 罪话太多 再往前一步 我就把你就地斩上 不值死活 列阵 拿下他们 住手 圣骑士长大人 建国圣骑士长 对同胞刀剑相向 成何体统 联盟就是这么教你们的 圣骑士长 影殿主有请 你清楚何谓联盟发生 现在交出自杀杨文招指 还为时未完 老韩 请回吧 今天无论谁来 我的回答都是一样的 不教 应随风 如今可不是太平盛世 走得了关系 讲得了人情 魔族压境 生死存亡 就在眼前 就连你驱魔关的城墙 哪一寸不是心血淋漓 怕身为联盟一员 就该明白这一身力量从何而来 该用在何处 绝不是尸枪凌弱 残害同胞 如此践踏联盟 如此自私心心 如何对得起战场的阴魂 你们不肯管 我请联盟来管 我不管他什么背景 身后是谁 举不轻饶 老韩 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眼里揉不得一粒沙子 连亲孙子都舍得逐出骑士殿 我可以告诉你 为何不能教人 但你要立下神圣誓言 除了几位神印骑士 绝不外泄 好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解释 光明神在上 今日之言 若有外传 我寒解 身魂解云 你应该知道 三千年前 我刺客殿诞生过一位 先天内灵力高达九十一点的绝世大能 被尊称为 寻回之子 那位寻回之子 凭借着绝强的天赋与实力 一人 一剑 杀到了前代魔神皇面前 一场旷世大战 就此展开 虽然他最终立战而亡 但也成功地重创了魔神皇 那可是人类历史上距离西沙 魔神皇最近的一次 其后整整三千年 全人族都没能再出这等天赋 但三千年后 新的寻回圣女再度降临人间 而且他的先天内灵力 是传说中的一百点满植 什么 你说真的 这个人居然是寻回圣女 老韩 你明白吗 他也许能完成寻回之子 魏晋之夜 他 就是终结这个黑暗时代的希望之光 难道说 我们真的可以结束这场灭族之战 只要他能杀了魔神皇 那你们为何不好好教导 他仗着自己的力量肆意妄为 你们却如此纵入放任 将来他怎能带领人类而战 怎能拯救这千千万万人之性命 老韩 你不懂 他除了自己的生命 已经付出了一切 什么我不懂 为人类斩破这六千年的黑暗时代 就是他的命 他生来拥有这等力量 就该背负这等责任 侠者大人当年和你说了一模一样的话 可最近我总会想 我们是否倾听过他们内心的声音 他们想成为什么人 想去做什么事情 都被我们早早决定好 以命运之名 剥夺他们选择命运的机会 真的对吗 为了把寻回圣女 尽快打造成最锋锐的刀刃 从他诞生开始 刺客殿就动用了最残酷的试炼 六道寻回 那六感丧尸的苍白地狱 几乎封闭了他所有情感 结果就是 没人能走进他的内心 唯独龙好尘 才让他活得少微 想个人 所以他犯下这种错误 不能怪他 是我们对不起他 混账 现在 要么拿着这笔钱给我走 要么 你就去做龙好尘的护从骑士 够了爷爷 是不是在您心中 我永远也比不上别人 今天的事情我会压下去 你们怎么教导他 我的确管不了 但影子你要记住 若令人无巧 将来必有一天伤人伤己 万劫不复 走吧 大人 这件事到此为止 任何人不准外传 明白吗 明白 龙好尘的老师和姐姐那里都找过了 并未发现他的踪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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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会造成一些 难以预料的后果 这次重伤杨文昭 万幸还可以挽回 但我担心这种偏执 总有一天会将 彩儿和他所爱的人 托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希望罗浩尘 真的能帮大小姐 驱散心中的黑暗吧 希望如此 但不管怎么说 这次终究是圣女的错 更是我们刺客殿的错 你继续待在圣女身边 看好他们 我要亲自去向杨文昭道歉 希望你能睡一个好觉 这里是浩丁山 什么 这么快就五阶了 还不错 爸 来 让我试试你现在的实力 是 老师 看来 你还不太熟悉夜太灵力的使用方式 想象你的灵力 像水一样流动 你体内的经脉 就如同江河 让灵力从经脉到手臂 到执掌 再规矩到渐渐 然后挥出 很好 不愧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五阶骑士 爸爸 我会尽快达到七阶 然后去见你和妈妈 当然 爸爸相信 但五阶不过是开始 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等你到了六阶 灵力之意 将让你翱翔天际 等你到了七阶 光耀之体 将让你与光同在 等你到八阶 灵刚一出 即可荡计邪魔 而等你到了九阶 领域之内 你即是神明 但无论你能走到哪一步 你永远都是爸爸的骄傲 你好好养伤 会以我为念 等你开始决赛的时候 你我自能相见 彩儿 决赛相见 什么意思 好啊 到五阶了 看来我这个老师 也没有什么可以教的了 老师 这怎么行 你还知道我是你老师 我教你那么多东西 全忘了 我问你 如果你的对手是魔族呢 如果你是在和魔族 对抗的战场上呢 如果你还有伙伴 我还在等着你的救援呢 你也像他杨文昭一样应聘 老师 事后在战场上 我一定会以团队为重 但在赛场上 我想珍惜每一次和强者对战的机会 我尊重你的想法 但你要记住 命没了 就什么都没了 拿着 你的剑坏了 明天还得去参加决赛的筹签仪式 明天 你睡了三天三夜 排名赛已经结束了 明天 就是猎魔团大赛的决赛 不过放心 你现在可是和你老师一样的舞阶高手 该担心的应该是你的对手 决赛 要参加决赛了呢 真期待啊 彩儿说决赛想见 是不是今天能在这里看见他 龙兄弟 来来来 来这边这边 林欣 看来我猜对了呀 你们竟然也都闯入决赛了 龙兄弟 拿到前三一定要选我呀 干嘛选你啊 我弟弟肯定要选厉害的人 厉害的人 重新介绍一下 笔人 魔法殿出赛 第一名 出赛第一 你实力如此强大 决赛你比我进入前三的可能性更高吧 不可说不可说 决赛和出赛不一样 其实啊 运气是很重要的 走走走 先去抽签 这就是决赛的六十年了 加油啊 没问题啊 你也要加油 来 看我 那绳不错 是吧 我练了好久了 是他 是啊 他好像 气色不太好 这里都是决赛的参赛选手 彩儿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呢 是刺客店 这群人平时神龙见手不见我呀 难得看见他们 可只有九个人 可只有九个人 刺客店怎么少了一个人 啊 对啊 还有一个人呢 准备 准备 是她 彩儿 她可真好看 龙影刺客一号大小姐 什么 这盲女是刺客一号 彩儿 是刺客一号 刺客店这届唯一的那个舞剑 刺客店特意邀请了治疗店店主为你治疗 确保不留任何后患 他们也愿满足你提出的任何补偿条件 我只需要下次见面 光明正大地赢她 这么些天来 我居然从来没有想过她的身份 我答应过你决赛相见 可我没想过 你也是来参加比赛的 还是舞剑刺客 一切也从未听你说过 说与不说 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还是彩儿 这粉红的气氛 是怎么回事 他们在谈恋爱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要是这小子今后敢欺负 不可能 从一而终 可是骑士店第十一大准则 你们两个店 就是太正经了 谈恋爱嘛 不行就晃 都当爷爷的人了还没个正行 别把你孙子给教坏了 听说你们治疗店这间有个光头不错 不如让给我们战事店吧 你做梦 好了 年轻人都在底下看着呢 我们赶紧开始分组吧 现在开始抽签 首先 我要恭喜在座的各位 进入前六十 就意味着你成为了猎魔团的一员 我代表猎魔团欢迎你们的加入 好 现在开始猎魔团决赛的分组一试 可六十个人将通过抽签分成六组 去六个分赛场进行积分赛 十人一组 每个人都要和同组其他人进行一对一战斗 胜者积两分 负者零分 若平局 则双方各一分 最终六十个人根据积分高低排名 前十六名进入下一轮比赛 现在开始抽签 无论方式 抓到同颜色彩球的人为一组 一人一球 按量即选中 好 现实 一刻中 记住 猎魔团不仅需要实力 还需要趋利避害的眼力和计谋 通过抽签 能提前熟悉对手 以便日后能组成更匹配的团队 追 依然有必赛子球 好 要拿到子球 不能让大哥才而易走 是你 你的对手 是我 抱歉抱歉 阿皇帮我抢球太着急了 我这里有两颗球 分你个吧 没事 身体都还没好 还想被别人再打一顿 婴儿 喂 丑拉姐 我抢的分那一颗 决赛和我打一场 黄色 好丑 能打不就行了吗 换什么丑不丑的 可我喜欢粉色 这里谁最强 都不知道抢什么颜色 这里到底谁最强啊 那当然是我们刺客一号大姐最强了 那就抢紫小 挑战最强 幸好赶上了 好 力量不错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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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的姐姐呀 好帅 死球归我了 有机会我们再干一架 段兄 好兄 我从魔族带回来的茶叶如何呀 春痴留香 缓解疲劳 根本不想打架 连兄 你们认识 刚认识的 初来乍到都是朋友嘛 靠小爷的交集手段 一壶茶 就把各连的抢球消息全握清楚了 尤其是这盲女刺客绝对不简单 随求万万不可抢 喂 李欣 要不要决赛和我打一场 我才不要和你一组 笔人 魔法殿出赛 第一名 听说 魔法殿冠军选手实力逆天啊 每次对战根本无需攻击 仅仅是举手投足间展示的霸气 就足以震慑住对手了 他这反应 怎么看都不像那么厉害呀 干嘛 不行 把你试下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完了完了 这岂不是要和本家最恐怖的那位对战 不行 不行 也算有个照应 不反对就是同意啦 我二位对我推心致富 那我要是存有私心还瞒着两位 那就真的是猪狗不如 天理不容 本阶大赛各大强者 我也一一探明 实不相瞒 二位所在队伍高手如云 高手如云 着实不妙啊 我就直说了 唯有我这子球队伍水平最弱 兄弟有难 本敢两肋插刀 无奈我只有子球一枚 兄长却有两位 我着实为难哪 大丈夫顶天立地 岂能因为为难就无动于衷 现休整于不义 正所谓成功都是留给果断的人 拿着改变命运的机会 只能先到先得了 来 谁要跟我换 我来参加比赛啊 就是为了找实力相近的人 不然对手太弱了 就太无聊了 对啊 我还希望遇到一个强劲的对手 能让我提提神呢 不然这次比赛太无聊了 大侠 好凶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都不是七二八样之辈 这两位兄弟 我交定了 十不相瞒 我手里的子球队伍里 确实有本届的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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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选手 听说她在刺客殿的初赛上 一个眼神 就令同时挑战她的十一名刺客 倒闭不起 可看那位姑娘是一位盲人 就是因为她的眼神太犀利了 怕伤及无辜 才把自己的眼睛 封印了起来 连我们联盟的影随风大人 都忌惮她三分了 看来 也只有小弟我 作为魔法殿百年不遇的天才 才有这个机会 与之争风了 云兄弟 要不咱俩换一下 别别别 我来我给你换 你听我说 不行 你听我说 你先来的 我先来 谁赢了 自求就归谁 一课终已到 抽签结束 你们不会真相信她说的鬼话吧 大烈之 我与你无怨无仇 你为什么总是坏我好事 魔法殿天才 与最强刺客的强者争风 不是挺有看头的吗 怎么就坏你好事了 谁娶了你 谁倒霉 你就少操心了 有时间还不如和我打一架呢 你 惨了惨了怎么办呀 还有谁能帮我 龙兄弟 我们不理那个疯婆子 怎么样 兄弟我之前给的丹药还行吧 多亏了你的丹药 最近我修炼的速度的确快了很多 还不是龙兄弟你底子好 天赋高 人长得帅 说话又好听 我能教到兄弟你这般的人中龙凤 是我的福气 龙兄弟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进前三计的玄王 以后龙兄弟有什么丹药上的需求 尽管问我要 我突然想起来 还有钥匙在身 我先走一步了 彩儿 各参赛选手请注意 现在开始 宣读抽签结果 决赛第一场 骑士龙浩尘 对刺客兴选 双方入场 由于空旷赛场 不适合刺客发挥 因此 场地内将提供柱子 掩护其身形 保证比赛的公平性 我真是个倒霉蛋 好不容易躲过一号大姐 就碰上了大姐夫 请两位选手就位 从现在开始 将进行真正的 六大殿全职业混战 我的目标 就是夺取本阶大赛第一 对手也都是来自 各个殿的佼佼长 幸好我们不是第一个商场 能先观察对手 尤其是这位大姐夫 从身一变 不得故意伤害对手 认输或失去战斗能力的一方 将被判复 比赛开始 刺客的特点 是速度一逆 先试试它的反应 地坑 我在这儿呢 看这儿 别人姐快看 那刺客居然能飞啊 奇怪 不是只有到了六界 才能拥有飞行的能力吗 可它明明才四季 我有六界飞行能力的加持 大姐夫 你可不能怪我傻了 叶魔团选拔赛决赛第一场 骑士龙后尘 对刺客兴选 比赛 开始 刺客的特点 是速度一逆 先试试它的反应 一方定位 我在这儿呢 看正 有人姐快看 那刺客居然能飞啊 奇怪 不是只有到了六界 才能拥有飞行的能力啊 可它明明才四界 是它背上那个装备 这新鲜 战斗能力一般 却总是找些奇怪的玩意儿 看来普通的攻击难以激动它 试试小电刺 我的预防印 能感应空气的流动 自行改变方向 你的技能想打中我 没门 不仅如此 它还不消耗我的灵力 就这样飞三天三夜 你都休想摸到我 打不掉打不着 我看你拿我怎么办 兄弟们 怎么样 我这个新装备还不错吧 简直太棒了 刺客行选 这可是比赛 严肃一点 对不起 对不起 大解通 不能杀你 但是跟你耗个平手 你也拿我没办法吧 这个飞行装备倒是不错 只要不碰上五阶 基本就输不了 如果我还是四阶 的确那星轩没有办法 但 骑士对刺客的打法有很多种 但我只教你一种 闪电刺 别废掉了大解通 你的技能是打不住我的 骑士到达五阶后 可以学习的技能中 有一个顽客刺客的技能 任他行踪鬼秘难以捉摸 你只需有一招 锁定 锁定 锁定之后 所有攻击毕竟会命中对手 这个技能可是刺客的可行 所以高阶的刺客 怎么会像他那样 大摇大摆地飘在天上当把 肯定 Hindy 以为他要被 killer 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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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 善 多谢大姐夫手下留情 要不是您最后解除锁定 小弟这条命都要交代在这里了 骑士龙后陈胜 积两分 小弟送上一队豪华情侣版一方一 祝大姐夫和一号大姐百年好合 毕翼双飞 大姐夫一号大姐 这都是什么 魔法师灵芯为治疗师司马仙双方上场 有趣 灵芯居然对上那暴力治疗师 正好让我看看 这家伙到底什么水平 因为治疗师不上攻击 因此只要能防御十分钟不败 极为胜利 这是治疗师 也太健壮了吧 好亮 比赛 开始 司马兄 现在站在你面前呢 是本届练魔团选拔赛魔法殿初赛第一 史上最强五阶巅峰火系魔法师 月台灵力 未来魔法殿店主 毫无疑问的王台接班人 不小心 还有一点点帅气的林大人 林兄 店主接班人 我都还没轮上呢 冷静别动 终于形象 终于形象 治疗师在赛场上除了刺客以外 最怕遇上强烈的魔法师 司马兄对上我 不如自行认输吧 怎么样 小爷这一出手 你这小小的四肩 是不是已经吓得 屁滚掉流了 无敌魔法师灵心获胜 认输 那本大爷治疗店出赛第一的面子 何在啊 什么鬼啊 这些神神发光的肌肉 治疗师该长的吗 个人原因 个人原因 和整个治疗店无关 管你什么狗屁武剑 十本大爷一计 圣光之锤 就没有搞错啊 治疗师竟然主动向魔法师 发起攻击 火遁 这真的是治疗师 等一下 司马兄 你是不是没看清楚啊 我这么大一个火运镜哦 而且 我还是五剑 你是四剑 打起来一个不小心 只怕你重伤不起啊 多里多缩的 还打不打 你有什么招式 你给我使出来 居然没有震出这臭光头 没道理啊 这魔法无眼 我好言相劝 你却不领情 到时候受了伤 你可别后悔 少废话 你的魔法没长眼睛 我的锤子 也没长眼睛 别 你是个听不懂人话的放弃吗 火之灵 元素接见 声光爆灯 声光爆灯 聲光爆灯 这光头瞎又下不走 还这么暴力 屏震 天太阳 我要离他远点 别跑啊 五金魔法师 再吃我一锤 傻子才不跑 别跑啊 灵芯这家伙 到底在干什么呀 为什么一直在躲 这根本就是个 凭着治疗身皮的战士吧 还跑 持本大爷一计 威猛流行锤 这国度全都越成头戏 还好小爷伸出脚尖 打不中吗 你倒是打中小爷呀 你个傻子 这不就打中了 打人不打脸 好啊 没想到你这个光头这么暴力 小爷就让你打 炎龙突击 灭之焰 焚天烈火 神经焰天一切 这可是武器顶级的防御魔法 今天就看是你的锤子影 还是我的元素火炖影 搞了半天还是个防御魔法 那肯定是我的锤子影 看我把你砸个气巴烂 超级无敌威猛流行锤 你过来啊 是什么情况 魔法师不治疗师的战斗 居然是治疗师主攻 魔法师防守 更奇怪的是 灵性到现在的指 都没有用过一个攻击魔法 这家伙果果然有鬼 光头 不行了吧 你倒是破掉我的防御呀 让你灵力耗光 还是能吹翻你 想耗光我的灵力哦 简直是白日做梦 光头 看到了没 这么大一个弹药瓶 里面的每一根弹药 都能恢复两百点灵力 我看你怎么吹翻我 这个绿毛乌龟 非耍赖 什么叫耍赖啊 大家有没有规定 不许吃药 有药你有吗 我今天输定 光头 气死我了 停 比赛结束 治疗师司马先生 击两分 等一下 他怎么就赢了 您没有看到 他破不了我的防御吗 你是治疗师 还是他是治疗师啊 到底谁该防御 谁该进攻 十分钟了 知道不 哦 对呀 可是治疗师 十分钟你赢不了 我就算输了 傻了吧 哥有药啊 你们两个奇葩 赶紧给我下去 有你这样的治疗师吗 哥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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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哪两个店 培养出来的人才啊 我们店怎么就没有呢 你闭嘴 下一场 刺客彩儿 对骑士离心 双方上场 呦 报应啊 大理智 笑你空 这下 自己对上刺客一号了吧 哼 哼哼 接下来 有好戏看咯 下一场 刺客彩儿 对骑士离心 双方上场 哟 报应啊 大理智啊 叫你空 这下 自己对上刺客一号了吧 哼 一边是刺客里最神秘的一号选手 一边是人资色爽的地狱没归 听说啊 这个刺客一号一个人 单巧十一个刺客 成为了刺客冲锁的一 这实力可不容小缺啊 看起来这场比赛一定很精彩 小龙妹妹和昊臣关系这么好 她的眼睛我看不见 这场比赛该怎么打了 要不然我就 骑士与刺客的比赛 场地需要一些变化 两位请收等 不用了 这场我认输 三人妹妹 你为什么认输啊 我不需要你让 而且只要你之后再输一场 出现就危险了 要认输 也该输我才对 行儿姐 放心吧 骑士里牺牲 计两分 下一场 召唤师陈英儿 对战士王媛媛 双方上场 两个女孩子打架 一定相当精彩吧 对对对对 战士对战召唤师 正好可以了解一下 这两个职业的战斗方式 嗨 云云姐 拳脚无情 小妹妹 你可要小心点 好嘞 我会小心的 不知道这个小怪物 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我可不会让你啊 也不怕别人说 我欺负你 因为我 要成为本届猎魔团 最强的那个人 哦 云云姐好帅啊 比赛开始 这个召唤师看起来很娇弱 没想到身法这么好 不错 试试这个 而这个战士 拳法如此霸道 难道他的母亲 是拳套 好险 好险 云云姐 看我的 灵级本源 万物皆有 灵级天帝 通则八方 这小丫头 怎么竟有那三水的影子 灵级星桥 纵身为败 终于想个召唤师了 但几万召唤师最好的时机 就是在你召唤成功之前 灵红 这是什么防御技能 我的攻击 像是陷进棉花里一般 一点作用都没有 小妹妹 你还真不错呀 这技能 看起来还有点好吃 总红之上的万物之灵啊 请听我的召唤吧 我将以吾之灵 万辱之灵 这是生灵之门 竟然是生灵之门 这里边召唤出来的魔兽 都是八级以上 原来 那个召唤出八级地狱三通拳的小姑娘 就是她 这么小的女娃子 咱们会有生灵之门 召唤万物为己用 应该是只有八级灵地 才能够使用的技能 但愿这次别再出岔子 咱们店可不能丢人啊 开启吧 生灵之门 回来吧 我的火吧 人之无压 一定是八级陌生 谁怕谁啊 不是吧 面对这状况 她还有后手反击 快看快看 这阵仗不得了啊 那是什么 这是什么 好强的威亚 这下可刺激了 终于要出压伤体的技能了 别吵了 认真看表演吧 就是 万一下子对手 还能录来我心有 那是什么 可嘉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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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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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人都是什么鬼啊 丢脸丢到姥姥家了 又召唤失败了 我最近的运气真的太差了 看在你可爱的笨上饶了你 才怕 我认输 田园姐 你摸摸他 手感超级好啊 战士王圆圆胜 积两分 这个女娃子的生灵之门出什么问题了 难道生灵之门还有山寨的 这个雕刻的花纹很不错呀 这陈英儿还真是出人意料 不过那个王圆圆 似乎还有一个十分强悍的后手没有亮出来 看来她的武器不止是拳套那么简单 对了 和彩儿约定的时间到了 这猎魔团怎么都是一些奇葩比赛 对啊 魔法师不会攻击 治疗师不会治疗 召唤还是个小绵羊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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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儿 给你 龙好尘 怎么了 彩儿 龙好尘 发生了什么 一个奇怪的法阵将龙好尘传走了 他看起来也不清楚原因 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他 大小姐 那法阵我从未见过 也许不是这个未免的差别 当然 这还需要再去调查一下才能确定 目前我们能做的 恐怕就只有等 让他自己回来 如果 他回不来呢 那就证明 他死在了另一个未免 封锁这里 任何人都不得出入 是 阿弥 是 何人都不得出道 哥哥 哥哥 这是我们 昊玉 是你在说话吗 是的 哥哥 昊玉 你竟然可以说话了 哥哥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不仅可以说话 也可以计划 关上了石球的能量后 我们快要计划了 但是却遭到了 整个世界的排斥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昊玉 昊玉遇到危险了 我得赶紧找到他 这些优秘 使用 可能 肯定 好似天歌与分 你以为你是什么意思 他们去的也是昊玥的方向 看来我给快点了 这个世界全是死亡的气息 在那边 昊玥等着我 昊玥 无论如何 我也要把你带回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场我认输 三人妹妹 你为什么认输啊 要认输也该是我才对 昊玥姐 放心吧 小的女妈啊 咱们会有生命之门 又召唤失败了 这三人都是什么鬼啊 战士王元元胜 这练魔团怎么都是一些奇葩比赛 彩儿 给你 一个奇怪的法针将卢浩尘传送了 封锁这里 任何人都不得出入 是 射是哪里 昊玥的气息就在里面 射是 这是 亡灵骷髅 这个世界居然有这么多的亡灵生物 是 是 执念过身的人死去才被化身亡灵 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 这些灰瘤神灵应该只有三箭 以为他们倒是轻而易举 你 你 那亡灵生物的可怕之处在于 只要灵魂之火不灭 就一直复活 没了 除非 用光明属性的技能净化他们 神灵 神灵 我人有效 昊玥的呼唤更加急迫了 得加快速度了 走 走 昊玥 你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 哥哥别担心 我们没事 小光小火 只要给我们再争取一点时间 我们就能计划完成了 到时候就能离开这里了 但以后每次计划 都得回到这个充满死亡气息的世界来 烦死了 哥哥 他们又来了 那你们专心计划 我去替你们守战 哥哥一定要小心啊 停 浩月开始自画了 生光千段 糟了 这么多亡灵窟窿 药日斩 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黄灵窟窿越来越多 我的灵力却越来越少 无论如何 都得挡住他们 为浩月争取足够的时间 我去 起来 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 我会令他只剩最后一刻了 可恶 终于让我找到你了 奥斯汀格里芬 这是 有机师傅 好强的压迫力 阿拉斯汀格里芬 我要将你碎石万挡 人类 居然有人类出现在这个亡灵世界 不好意思 你不可以再上前了 混账人类 那倒是你在守护奥斯汀格里芬 我不懂你在找谁 但我的魔兽伙伴正在里面进化 不能让你打扰他 不能让你打扰他 是鲁拉 你个魔兽伙伴 鱼川 快点我让开 不知道我就杀了你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但你若敢再上前 我也会杀了你 你身上的光明气息令我恶心 你的行为更是令我愤怒 去吧 你杀了那个人类 再给我杀掉奥斯汀格里芬 要日闪 怎么回事 他们的防御竟然增强了 力量也比刚才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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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天阵 小兵 你别想拦住我 无尽任何 小兵 小小人类居然妄想对抗我们整个世界 我只想守护我的伙伴 守护 你以为你守护的是谁 那可是转生的魔王 是这黑暗与死亡的缔造者 奥斯金哥里奔 正因为他 这个世界才充满了怨恨与怒火 正因为他 我们才成了这不死不灭的丑龙虎呀 这个世界变得这么糟糕 都是因为他呀 明明在六千年前 这里还有万物生灵 还有日出日落 到处都充满了绿色 我 也还是活生生的人类呀 因为他的降临 空间破裂 岩浆在大地上流长 那如被盗毁灭 无数种族因他而灭绝 万物生灵都不复存在 所有人都 为了亡灵 在永世的痛苦中沉沦 整个世界都被地狱埋葬 可即便如此 他竟还不放过我们 他就可以当成他转身的温床 吸收这个世界的分源能量 一次又一次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惨过不堪 所以 我们只能复仇 现在只找着我们行走的 就是这复仇的怒火 只要老子丁格力粉一日不死 我们就一日不休 在他长大之前 我们会一次又一次 狠狠地杀掉他 乱灵分手 不愿意伤害我哥哥 不愿意伤害我哥哥 难得来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来到这里 但只要今天他不死 这里的一切 都会在你的世界重演 你猜我们一切 全都会被撕碎 因为他 就是欢一变的魔王 我们才不是你说的魔王 四季 meinem Levi Geek 岳 有命 破 开 我 我 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也没有她说的那些记忆